好朋友们今天的五件新闻 我们一开始先看一则 这是Fortbank的消息 这个我们local的消息 Fortbank呢有一只警犬 走失了不见了 所以呢现在Fortbank方面呢 现在在Fortbank County呢 现在就是推出了500块钱的赏金 如果你可以看到找到这一只警犬 这是Fortbank的警犬 一个K9 Police K9 那么他们找到的话 就因为你的线索提供而找回它的话 可以得到500元的奖金 这是一只四岁大的黑色的Belgian 这一个警犬 你应该可以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 它相关的照片 所以朋友们眼睛放亮一点 如果你找到的话 你可以打个电话通知Fortbank警方 800号然后832-5452 800-832-5452 好下边我们再来看其他 在美国我们今天五间的重要相关报道 第一个呢我们先看一下 在华尔街的这个表现 今天的早盘三大指数全面开低走低 不少好消息 没有能够延续上个礼拜大涨的这一个情形 也因为国际油价往上大涨 引发了通货膨胀的疑虑 再加上联转会的官员释出的是鹰派言论 也的确吓到了投资人 如今市场正在紧盯美国总统拜登 和Fed主席鲍尔会面的情形 到就是呢在今天早盘跌了430点 而S&P500元NASDAQ呢 也都下跌超过1%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1.6% 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因为欧盟的峰会在30号 敲定要局部的禁运俄罗斯石油和油品进口的协议 将禁止目前90%来自俄罗斯的原油和石油产品 进入欧洲市场 所以呢在英国布兰特原油 结果昨天收盘突破了每桶120块美金之后 今天还继续的上涨 西德州的油价同步的因此上扬 那么在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李氏华乐也在今天说 联准会是需要继续大幅升息 一直到通货膨胀开始下降为止 在3月份小幅的升息之后 联准会在这个月初宣布 2000年以来最大升息幅度 它的目标是阻止创下40多年高点的通货膨胀 而在这个会议当中呢 华乐也表示市场预期联准会 今年总共要升息2.5个百分点 他说在看到通货膨胀率 接近设下的目标2%之前 他都不会排除升息50个基点的 联准会的决策是偏好参考的通货膨胀指标 4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也就是PC1物价指数显示增长的速度放缓 但是华乐则说通货膨胀率 已经维持在4%以上大约一年 而且还是没有降到足以在短期内 达到联准会设定的目标 另外呢在总统方面呢 拜登也投书华尔街日报啊 就是说解决通货膨胀是首要的经济任务 通货膨胀不断的加剧 已经大伤了人民的荷包了 在这个时候呢 总统在投书当中也说 提出了三个部分的计划 包括要采取实际的措施 确保家庭可以负担支出等等 来应对在当前的经济挑战 在华尔街日报所刊登的 拜登的投书当中也提到 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丁发动的乌克兰战争 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恶化 还呢再加上能源市场动荡不安 而全球也没有从COVID-19的疫情中 彻底的恢复供应链瓶颈 导致商品短缺价格飙涨 他表示能够体会美国人的焦虑感受 也强调事实上美国的经济状况 几乎还是比其他各国比较起来 还是比较好的 而根据IMF的数据 美国经济在今年底将会超越 疫情前的规模 胜过G7的其他经济体 美国经济今年的增长速度 也可能会超过中国 成为1976年也来首届 所以拜登认为联准会 肩负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责任 那么在这里呢 也认为油价上涨 还是因为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炼油产能 退出市场所造成的 美国是可以透过修复受损的供应链 改善基础设施 还有呢 打击外国海运公司的高额运费 降低我们在这里的日常的商品成本 那么在他的计划的第三部分 拜登就说 政府要继续减少联邦赤字 有助于缓解价格压力 而美国国会预算处 在上个礼拜就预计了 今年美国的赤字 可以减少1.7兆美金 这将会是史上的最大的降幅 所以他的愿景看起来相当不错 希望都能够实现 好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德意志资产管理 DWS 全球投资总监倒是指出 美国在未来18个月的经济衰退的几率 大约有四成 如果诸多风险没有升级 投资人也开始相信 联转会能够引导经济在非常狭窄的跑道上 来个平稳着陆的话 则今年年底前美国经济渴望改善了 在未来的一年里边大多数的资产类别也有机会可以回到 就是达到正回报 这算是我们在现在终于可以在经济方面看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好最后我们还是看一下啊 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在今天说 芬兰瑞典都在申请加入这个NATO 但是呢他们他要求就是这两个国家必要时应要修法 来符合土耳其的要求 让安卡拉能够支持这两个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那么土耳其的外交部长也进一步的威胁 就是如果不修法 这两个国家不修法 土耳其就会否决这个他们的加入 会否决北约的历史性的扩张案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今天我们的五阶新闻 互美界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另外呢提醒大家别忘了 我们在今天星期二十二点半 开始将会和吴哲方吴博士一块进行 带给大家我们的有机原地 稍后一块收听